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按照你们五家的规矩 古姐就叫你 是大郎吧 大郎你听着 你说孙殿英是地痞流氓出身 长大后上山做了土匪 后来被国军收编 而且还是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的杂伯军 大郎你说的 的确没错 但这些形容和比喻最适合用在 米太祖 野猪皮 诺尔哈赤身上 因为他们出自于狐狸改世家 他们祖宗三代都被李成良换养 是李成良手下的英权和炮杯 当时李成良收编了很多北人残余的流民 这些人混迹于白山黑水之间 都是典型的地痞流氓和狐狸感 乌合之众和杂伶军 孙殿英在他们面前只能算是个小别子 说到姥姥不亲 舅舅不爱 孙殿英更比不上决昌安 塔克氏 因为决昌安 塔克氏 本来是李成良的走狗 被派去古勒寨 劝详古勒山头 阿台 没想到他们双方都被李成良给耍了 借着决昌安 塔克氏 跟阿台谈判的机会 李成良偷袭了古勒寨 古勒山头 阿台知道中计 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两个东西给宰了 你知道什么叫里外不够人吗 决昌安 塔克氏父子俩就是典型的例子 事后李成良自知李亏 把古勒山赏赐给了野猪皮乌哈吃作为补偿 但没过多久 野猪皮诺尔哈赤 还是被李成良给遗弃了 这才有了所谓的诺尔哈赤起兵 才有了著名的讨名西文 齐大恨 而齐大恨的内容就是 野猪皮发誓要追究明朝的遗弃嘴 大郎啊 你还说什么 孙建英是汉奸卖国贼 帽子太大 孙建英还真顶不动 因为有你溥仪爷的光归历史 谁都不配做卖国贼 谁都不配做汉奸 你难道不愿意承认溥仪是汉奸吗 或许你坚持认为溥仪只是满奸 难道你认为东山省不是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吗 你认为满洲国是合法的吗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这样谈论满洲是在干涉人家内政呢 我用大郎你的话反问你一句 你适合军心 你的这些必时就须的言论可要注意喽 有这么一个隐隆入室的大汉奸大卖国贼 你遍而不谈 却揪着一个三流军阀的辫子不放 况且为那些搞满毒的人和事你视而不见 却要跑我这儿跟我耍大刀 你确实是居心叵測满嘴的人人意之心 满腹的南道女康 第一道道长 京满 要知道当年皇军的皇字就是打着苦仪的旗帜 当时的苦仪虽然没有实权 但他是满洲国顾海公大元帅 我不认孙殿英是东陵大道 但道有道 孙殿英的道之道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神 狐狸改满洲入主中原时所得的财富是干净的吗 他们烧杀抢劫无恶不作 用劫略来的财富修建了本墓 难道不该被清算吗 就这 你却要为他们开脱 用你的话说 真是不可理喻 我早听懂大郎视频中的弦外之音 那个意思是 盗墓者诸 盗国者就得被认作太祖太宗 当年 狐狸改满洲主城的文殊菩萨们 民族成分复杂 他们骑着马 挥着刀入主中原 面南背北 称故道华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烧杀抢劫 靠的是坑蒙快骗 他们拿着蒙古人的土地讨好中原的儒士们 又拿着从中原农民手中搜刮来的明脂明膏 收满蒙古败类 是群地地道道的 峨眉山上的狐狸 对不起 峨眉山上的朋友 别喷我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比喻 结果呢 为了能把猪头换龙头 他们创改历史 新文字运 而且这些狐狸改差一点就得逞了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从大厦青岛的那一刻起 狐狸改们就成了孤魂野鬼 伪造的历史 经不起风吹日晒 没有了克尔庆大表哥们的支持 满洲人就是银样辣江头 大狼你问我是何居心 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喜欢看他们里外不够人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听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在中学里学过一篇课文 内容就是 关起门来打狗 而且要痛打落水狗 所以我支持光哥 这就是我支持光哥讲历史 的出发点 不是我不小心 是我故意的 打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